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怎么在春节这个期间 然后使自己的这个房子 能够由一个没有厂的 一个砖头瓦块的 一个消耗的耗电宝 把它变成充电宝 这是使你的生命的能 产生一个聚集型的变化 凝聚态的一个变化 它至关重要的一点 这个叫风水科学 我们的家中有三重器 这个我们的房子 几乎都是六合结构体 有天花板 有地板 有四面墙 这就是六合体 这样的一个六合体的中心的这个地方 是所有的东西在这聚合 一阴一阳 放光 声道 放光产生如来光 产生生命光的那个点 这个在传统先天风水学中成为利极点 或叫太极点 所以大家要在这个点上 把这个六合放出来 和这个家重叠 然后使自己的后天4%的物质的六合体 和96%的眼睛看不到的能量态的常态体 一个透明的六合 和你的房子进行重叠 这是什么 这就是先天风水学中很重要的东西 它要使天三分之一的气和地三分之一的气 在家中望中间的三分之一的人气 古代称为天地人三才气 所以我们的房子是高多少 把它分成三份 上面一层为天气 下面一层为地气 中间一层为人气 大家坐在凳子上 这个高度 天花板跟地板 所以刚好这个望你的什么 望你的头这个部分 因为人气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在这听课特别的舒服 因为这里有姐姐 这里有场 这里有场 那么今天我们在看到的这个 现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是后天风水树 先天风水树和后天风水树 它的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于 后天你的宅子里面 只能用四个方位 也就是你再好的房子 你只能用一半房子 因为一半房子里面是好的 一半房子是不好的 它叫四胸方四级方 四胸方只能压着不能用 四级方才能拿来做卧室 做客厅 做活动间 做好的东西 这就等于你买了一个 一千方尺的房子 四级只能有五百方尺用 所以后天风水 最大的调解度 就是趋极必凶 用四级方 不用四胸方 那这是后天风水学 不得已 你的缘分不足 没有找到先天风水大师的时候 那你只能最高调解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说不要用四胸方 要用四级方 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今天真正修炼的大师级的人物太少 几乎风水师都不修炼 有的还不信鬼神 然后所以他根本也不懂得清宅是怎么回事 不懂得清宅的风水师 即便是后天风水师也是忽悠派的 为什么 以前的风水先生叫阴阳先生 什么叫阴阳先生 也就是说他既通阳世间又通阴世间 96%的隐态世界和4%的显态世界 他都搞得定的 这叫阴阳先生 也就是说你成为一个后天风水师 你也必须是阴阳先生 你懂得如何驱鬼 懂得如何清宅 如果你不懂 你连一个风水师的资格都不具备 那么这样来评定我们遇到的风水师 几乎少着又少了 那么大家遇到的几乎是什么 自封为风水师的江湖骗子 也就是自己不懂阴阳 不懂玄学 然后冒充风水大师的 这个太多了 这就叫学识说法如横河沙中 那么遇到先天风水大师 是你们的福报 多是累世修行的福报 因为你的房子可以用到 百分之百的大圆满 都可以用 也就是把四胸方和四极方的阴阳对待破掉 而归一一 归一一无量光 然后再把这个 它和外面的空间的大空间合一 归一零 就归一道 归一一归一零 你这个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小宇宙的发射台 它不但利益你自己 还利益你楼上楼下 你那个房子里面就像有个大太阳一样的 放射着三百六束的光 照耀你的邻居 照耀你周围的众生 那这就是先天风水格局的重要性 但是今天呢 老师在这儿也不可能让你一下子成为风水大师 你们回家咋办呢 待会儿呢 我会给你们身上安一个小六合 一个透明的 一个立体的小六合 然后呢 然后你们回家呢 我教你们把这个小六合怎么放大着 和你们的大六合合一 然后再教几句口诀 那么再贴上一个符 当然你可以请这个 我们本门的这个赈债符 这是最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除了在做现场 有你们在听之外 实际上全世界 有二三十个国家的 这个有缘大众都在网络平台上听 所以你们可以联络我们各地的中心 来请这个牌 请这个牌 那么各地中心的牌 我都是加持过的 都是可用的 那么有一些朋友 确实来不及 你在美国在哪里 你拿不到这个牌 不要担心 那么今天老师给你的这个 透明的小六合 跟你的这个大房子的六合合体呢 至少管你这个三个月 没问题 你不低下牌也没问题 老师就慈悲一下吧 大家过年了 好不容易在网络上听 你通过网络听到这一刻 都可以得到 你只是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待会儿我会给你们这么一个 给你们这么一个 你们把它跟你们的房子放大 带在你们身上 因为你们是有一个真主在里面 我教他回去 你请他帮忙 他就给你安上去了 你的真主 你的真神 是不是不用担心 赚了 今天来了就赚了 本来来了就要赚了 看见老师就一定赚大的了 无论网上看还是这个现场看 见到老师就已经赚了 对吧 这种心态就是这样的 就是对的 我看到你们我也觉得赚了 你看到朋友都觉得赚了 这个心态这一转就转了 什么都转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把心态调得很好 那这个是什么 再呢 你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需要这个 把你家里的风水柴位调起来 你也是为了 那需要让你走 俩人的心态 别礼 紫直 这种请丝点 就是那个 你 在你心态 你看到你 你说 我